彰化縣張濱地區海龍離岸 封電入獄降壓站 日前發生二氧化碳外洩的公安意外 造成十七人中毒送醫 其中傷勢較重的十九歲簡姓男子 昨天宣告不治 另一名三十八歲的賴姓男子 還是重度昏迷 家屬已經決定放棄急救 同意棄捐 今天下午轉院進行評估 賴姓男子被救護車送往醫院 準備進行棄捐評估 張濱海龍離岸封電 二十號發生二氧化碳外洩的公安意外 賴姓男子是其中一名重傷的傷患 急救後雖然恢復生命真相 但目前還是呈現重度昏迷 家屬和醫院討論後 決定放棄急救 經過連日的搶救 他的神經血的反應 並沒有起色 所以在經過家屬的同意 以及家屬的醫院之下 想要讓他一愛人間 這起意外的三名重傷傷者 三十八歲的賴姓男子 昏迷指數只有三 家屬二十六號決定棄捐 院犯與會同檢方進行棄捐評估 而年僅十九歲的檢姓男子 二十六號宣告不治 另一名五十八歲的劉姓男子 昏迷指數還是只有三 海龍離岸風店表示 離岸風店陸域降壓站 當天進行消防工程時 不明原因導致二氧化碳鋼瓶被擊發外洩 有十七名工程人員送醫 現在已與承包商東元定基 配合主管機關以及司法單位調查 釐清意外發生的原因與責任 相關保險會依照程序辦理 執安署表示日前做出停工處分 並以違反執安法處以最高三十萬元的罰還 至於復工要等業者提出改善計畫 並由執安署審核通過才能復工 記者林健身 彭煥群 彰化報導